黃雨夏山頂纜車白家道站對開 中午有直徑大約1米的大樹 在強風暴雨下倒臨 押著纜車路軌氛圍 沒有人受傷 工作人員在路軌上搶收 山頂纜車暫停服務 何文田惠里道近家事居度交界 一棵大約10米高的樹倒臨 行人路同行車線受阻 有汽車被擊中 車頭輕微粒陷 警方說沒有人受傷 消防員到場用電鋸鋸斷樹枝 有消防員清理時踢傷 但沒有大礙 港島則如沖海光街 有伸縮鐵架懷疑在強風下被吹倒 沒有人受傷